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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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人們的民主 共有協議 香港 馬來西亞9號 舉行第14屆國會大選 马哈迪领导的反对党 希望联盟打败现任首相 纳吉所领导的国民阵线 拿下国会222个席次中的 113席过半胜出 这一天人民等了好久 马来西亚从1957年独立建国 60年来都是由国民阵线执政 近年来贪腐事件频传 尤其是政府持有的伊马发展公司 沦为政客金库 高龄92岁的马哈迪 曾是国民阵线大佬 更是现任首相纳吉的政治导师 看不惯纳吉作风 愤而和多党联盟 拉下当年自己清点的接班人 马哈迪曾出任第四任首相 长达22年 是马来西亚史上执政最久的首相 掌政期间 马哈迪大兴土木 把马来西亚带上 现代化的国际舞台 但独裁的领导方式 以及开除副首相安华 送他入狱 都让马哈迪 成为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 如今再次回国 将担任第七任首相 成为全世界最年长的首相 另外也宣布 要特赦安华让他重回朝政 马来西亚政坛变天 不是老爷复仇记 马哈迪背负的 是马来西亚人 对政府再一次的期望 不过接下来 是否能顺利阻隔 考验正要开始 大家新闻黄静廷变异